大家好,咱们之前一直在说中原大地上的政权更替 从西晋到前兆到后兆 从汉人到匈奴到截人 在这同一时间,在中国东北的鲜卑族人里边 也有这么一只不容忽视的力量 这就是鲜卑部的慕容家族 咱们今天就聊一聊慕容家族崛起的故事 这个慕容部啊,原本是东部鲜卑的一个分支 东部鲜卑有三股最重要的力量 分别是宇文部鲜卑,段部鲜卑 以及咱们要说的这个慕容部鲜卑 自从三国时期开始 慕容部的鲜卑人就迁入了辽西一带 当时他们的首领叫莫护拔 这个莫护拔因为帮着司马懿征讨辽东的公孙渊有功 被封为了帅翼王 等着莫护拔的儿子慕容慕炎继位之后 又跟着当时曹魏的幽州刺史 灌尤简去征讨高沟丽 获封了一个大都督的头衔 等到莫护拔的孙子慕容社归这一代 朝廷又封他为鲜卑蝉鱼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慕容部的历任首领 执行的都是亲汉人政府的策略 这种策略就导致了慕容部 在所有鲜卑三部里最早汉化 让慕容部真正快速壮大的 是慕容社归的儿子慕容伟 这个慕容伟长得是高大英俊 玉树临风 据说从小就展露了非凡的才干 和很多杰出的政治人物一样 这个慕容伟啊 从小的经历并不一帆风顺 公元283年 这年慕容伟刚刚15岁 他爹慕容社归就去世了 他有个叔叔叫慕容奈 这个叔叔趁机躲了蝉鱼的位置 还想顺便杀了慕容伟 小小的慕容伟没有办法 只能逃亡在外 在外躲了两年的时间 直到他这个叔叔慕容奈 被手下的部众给杀了 慕容伟这才得以回国 继承他老爹的位置 胸怀大志的慕容伟一上台 就把目标对准了自己旁边的邻居 鲜卑的宇文部 他老爹慕容社归 当时是吃过宇文部大亏的 他想着要给爹报仇 不过当时的慕容部的实力 要弱于宇文部 所以慕容伟就想着找一个外援 这时候他就想起来了 一直上表称臣的西晋政府 请求西晋政府派兵支援 慕容伟想着 我们祖孙几代人一直在辽东帮你打仗 现在我们有求于你了 你总得帮个忙吧 没想到当时的晋武帝司马言 居然没同意他这个要求 慕容伟那时候年轻气盛啊 出生牛犊不怕虎 一怒之下 想着我不打宇文部了 我来打你西晋 于是这个慕容伟啊 就反复的率军 多次入侵西晋的边境 当时可是西晋的全盛时期 慕容伟一个边陲的少数民族 根本占不了便宜 只能是屡战屡败一再受挫 这个世界上通常有两种人 一种呢是失败以后完全丧失信心 一蹶不振的 还有一种人呢 就是失败以后吸取教训 慕容伟无疑是后一种人 这个慕容伟啊 经过不断的反思 总结他终于把自己位置摆正了 认清了形势 找对了方向 于是呢 他就给慕容部族 下了一个韬光养晦 埋头发展的方针 很多时候呢 只要你这个方针对了 路线对了 一切都容易了 所以接下来段时间呢 这个慕容伟的日子 几乎可以用一帆风顺来形容 他先是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彻底改变了跟西进对抗的做法 前十给靳武帝 一边求降 一边说我错了 靳武帝对他这态度是非常满意的 于是下了诏书 继续封他当先辈都督 稳定了中央政府 旁边还有两个强敌 就是自己的老对手 宇文部和段部先辈 慕容伟啊 也努力的跟这两位搞好关系 刻意放低了姿态 经常谦卑厚礼 送钱送物 同时呢 还娶了段部先辈首领的女儿为妻 到了公元294年 慕容伟把整个部落都搬到了大吉城 这个大吉城呢 就是今天辽宁义县 在这个地方啊 慕容伟仿照汉人建立了很多制度 大力发展农业 生产方式也从游牧逐渐转向农耕 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 这个慕容部就开始逐渐兴旺起来了 与此同时呢 强大的晋王朝啊 因为八王之乱 弄得分崩离析 西晋的衰落啊 给这个慕容部的发展 带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公元309年 关内的这个战乱啊 也波及到了辽东郡 当地的鲜卑人 苏联和慕金 相继聚众起兵 率部攻陷了郡县 还大次烧杀强掠 这辽东当地的百姓啊 是流离失所 很多人呢 就逃到了临近的慕容部的地盘 慕容伟的长子慕容汉 跟他老爹进言 说自古以来 有作为的君者 都是靠着侍奉天子和顺应民意 现在呢 这个苏联 穆金等人 在辽东作乱 朝廷对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 起兵争讨 尚能兴富辽东 下克吞并二部 同时还能向朝廷彰显 我们的忠义 这种又能立国又能立民的机会 真的是不可多得 慕容伟听完了是大喜 没想到我这娃的眼光如此犀利 随后这个慕容伟一计而行 让他儿子慕容汉为前锋 率军攻打苏联和穆金 这个苏联和穆金呢 就跟流寇没什么区别 很快就被平定了 这俩人被扛了头 手下的布重呢 也被慕容似给吞兵了 这里边最难能可贵的是啊 慕容似打了胜仗 但是他把这个苏联和穆金 挪走的三千多户汉族百姓 又归还给了当地的汉族政府 也就是辽东的太守 这让当地的辽东百姓啊 心存感激 于是当地的老百姓之间 就开始相传这么一首歌谣 安定的生活要靠谁给 全靠都督慕容伟 这一点呢 同时也让他赢得了 晋朝朝廷的信任 进敏帝司马叶继位以后啊 专门派了使者去进封 慕容伟为占军将军 昌黎辽东二国公 同一时间呢 由于洛阳沦陷 中原大乱 这个众多的中原人士啊 除了南渡 到长江以南以外啊 还有很多人 其实北上 到了相对安定的 幽艳地区 当时的这个 幽州次使王骏 咱们前面说过 这人呢 有点自大 除了他自己啊 谁他也看不上 自然是瞧不上 这些北上的读书人 这些士人 到了幽州以后啊 不是被鄙视 就是被忽视 不是白眼 而就是冷眼 您想 这些自尊心颇强的读书人 哪受得了这伤害呢 于是又纷纷离开了王骏 当然这个故土 已经不能南下了 只能继续选择北上 从幽州往北不远呢 就是辽西 也就是鲜卑段步 和鲜卑慕容步的地盘了 这个鲜卑段步的首领啊 历来都是大老粗 最喜欢的就是打打杀杀 勇武有余 见世全无 在他们看起来 这些手无腹肌之力的读书人 还比不上一只母羊 相比之下啊 慕容伟对这些汉族的士人 那可是求贤若渴 礼欲有加 自然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同时呢 也就成了这些汉人 唯一可以去的地方 慕容伟的爱才 那是出了名的 咱们就举一个例子吧 当时有一个名士叫裴夷 这个裴夷呢 出身于西晋大族河东裴市 当时也曾经在西晋的朝廷 担任过中书侍郎 后来因为避乱呢 跑到辽东 他先投奔他哥哥 当时时任旋徒太守的裴武 这个旋徒呢 就是今天的辽宁沈阳 没过多久 他哥哥裴武因病去世了 裴夷和他侄子裴开 就准备着护送他哥哥的邻酒 返回老家 在路过吉城的时候 遇到了慕容伟 慕容伟对这一家人是极其敬重 不仅盛情款待 临行时候还赠以厚礼 慕容伟还亲自把裴夷送出了城 这一切都让裴夷特别感动 尤其自己现在就是个落魄的世人呢 走到辽西的时候 由于打仗 前方道路就不通了 没办法继续难行 裴夷跟裴开 叔侄两人就犯难了 何去何从呢 稍加考虑以后啊 这个裴夷决定掉头回去 投奔慕容伟 当时他侄子裴开很不理解 说叔叔 咱家在南方 为什么要北上呢 更何况 就算咱回不了家 不能南下 不得不寄人篱下 那咱也找个实力强的呀 您看那鲜卑的段氏 不比慕容似强吗 这裴夷啊 就跟他这侄子解释 你看啊 现在是中原战乱 所以咱们往南走呢 那就是洋入湖口 所以现在只能留在关外 如今这个乱世啊 选择人是最重要的 你说段氏那几个首领 目光短浅 又不能善待国事 咱们在他那儿 有什么前途可言呢 您再看慕容公就不一样了 慕容公 修行仁德 有霸王之志 家之国父 民风 咱们在那儿啊 上可以立功名 下可以辟宗族 你又何必担忧呢 陪开啊 被这么一说就说动了 于是两个人 搏转码头 这就回了集成 陪仪这一来啊 让慕容伟是喜出望外 当即就任命 陪仪为长使 之后的军国大事啊 都要跟陪仪商量 陪仪呢 之前在世人中的声望就很高 他这次主动投靠了慕容伟 无疑是给慕容伟 做了一次极佳的代言人 慕容伟尊重人才的名声啊 很快就传遍了长城内外 有了陪仪这样的榜样啊 那些流亡的众多世人 现在都争相恐后的来到了集成 慕容伟自然也是来者不惧 他还在境内设了很多侨骏 专门用来安置这些流亡的世人 一时间啊 这慕容伟的帐下可谓是人才鼎盛 群星璀璨 最著名的几位除了裴仪以外啊 还有鲁昌 杨丹 丰义 黄浦真 这几位以及他们的后人 那都是日后前燕帝国的栋梁之才 慕容伟对这些人是量财路用 用其长 比其短 有谋略的 做谋事 有文才的 长疏密 有操守的 去理财 逻辑强的管司法 口才好的干外交 学问高的 抓教育 总之呢 他每来一个 都会给一个世人搭建一个充分展现自己才能的平台 真可谓是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 公元317年 西晋帝国灭亡了 慕容伟在他手下谋事的建议下 继续遵奉江东的司马瑞为主 这个慕容伟还特意派了使者 渡海到了江东去进贡 作为回报呢 江东的司马瑞 加封慕容伟为龙襄将军 大蝉鱼 昌黎公 在众多汉人士族的鼎力相助之下 慕容伟把他这个国内治理的欣欣向荣 实力是蒸蒸日上 眼看着这个鲜卑慕容似是越来越强大 周边的这两个邻居 段氏和宇文部的鲜卑 开始坐不住了 咱们下次就讲一讲 鲜卑三部之间的斗争 如果您喜欢我的故事 欢迎点击订阅留言 咱们下次再见 谢谢